這幾年來 中央和地坑是都 集結的建立山崙烈靈科學航空 其中一個重大建設 地匯烈靈科技聯合研究中心 今天是進食基盤授紐電禮 有定在1809年的離位可以完工 未來又配合住住民的設施 可以為我們台南的烈靈科技法基礎 去英國來過的公司導出進出 帶來更多集合機會 烈靈科技是這幾年來 中央和市府繼續發展的目標 他今天為在幾年山崙烈靈科學航空的聯合研究中心 也在哪裡幾邊的建設資格 正是進行了中央電禮 希望未來工程可以順利 竟要帶去來完工 所以這個聯合基地 除了作為我們在地這邊研發的主軸之外 我們也會邀請相關的協研機構 能夠進駐到這個基地 而且他會建置一些相關的核心設施 希望在這裡營造的是 信有的力能科技 可以這邊一起共同的進駐研發 我想這也是國內的第一次 另外就是也希望透過力能 未來對全球對力能在生內的這種需求 把這裡營造成一個新興力能科技 一個新創的機會 透過我們未來跟經濟部 以及前途靠部的合作 把力能從研發一直到後續 產業的發展 能夠透過聯合研究中心把它奠基 不僅是有來自中央情戰界的資金建立 在在市府方面 市政防衛者也大贏 會專利騎做各種技術的發行 後來劉中心可以帶去開用 從這個工程可以看到 那個時候的賴市長以及蔡總統 這個合作能夠打造台灣未來產業的一個新紀元 我們不僅期待這個工程能夠如期如指 其實各位急我們也很急 我恨不得現在就可以發使用執照給各位 但是實在是這個我們有工程的一定的進度 那我們只能保證我們工程 我們這個行政作業不打折 行政作業只能提前不能夠延後 那我們也期待這個工程不僅如期能夠完成 更要提前超值的完成 靖體工程有計要在10.09年以為完工 總經費也已經超過了19億 起盤未來當頂下台南日領科技的基礎 緊要去英國更多國內外公司進走投資 帶來更多的機會 記者跟家民機靈邦裁虹副的 91800金